当然后面我们还有很多图 还有比例图 还有直条图 所以我们可能后面这些图 那就可能给大家当成作业了 你们自己回去做 不然的话每一个每一个做 那花太多时间 因为今天已经第五周 同学就在想说 是只有九周 那是不是生没几周 对 不就只有讲这一题吗 OK 这样感觉太单调了 所以我们后面请各位自行练 方法都一样 有没有 只是之前我们是用人工作业 那现在请你把它改成 产生城市 那我们只要先做一个 历年先 所以我的需求是希望 可以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本来 我这按钮 我们这个地方有的住宅窃道 在这边 加哪里 加这里一点 不然它插入三栏 这边加一个这个 那之后的话呢 我希望再增加一个什么 历年窃道折线图 再加在这个下方 这个记得 因为它插入三栏 它会向右移动 所以如果为了不让它移动 记得要按右键 储存格这个地方要设定什么 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改变 这个有讲过了 有印象 不然如果你没设定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按钮一直向右移动 一直跑到右边去 跟你玩那个躲猫猫 感觉好像不太好玩 OK好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做出一个叫历年窃道折线图 按下它之后呢 自动帮我变出什么 这个表 还有刚刚的那个图 图的话应该是这个 OK 就是把它画出来 这个先产生 再产生这一个 那变成目前是把它分两个SAB 那你说老师 那怎么样把两个合为一 怎么做 OK 那其实做法呢 不外物是这样 第一个 请你把这个先删掉 好 它不存在了 然后如果我现在想要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它 就执行第一个 先产生枢纽分析表 再产生第二个 枢纽分析图 那我们最简单的解法应该是 一 先在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先写一个SAB算 因为我要需要执行两个嘛 所以你在这个SAB里面扣两个 一个是枢纽分析表 一个是枢纽分析图 这样子OK 我最自己给大家看 这个地方先在底下加一个SAB SAB名称的话就是叫什么 历年窃道折线 历年窃道 折线图 OK好 就打这样就好了 SAB 然后空一格 历年窃到折线图 Enter就可以了 那它会自己帮你加这个 所以懒得加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打 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执行它的时候 它要先call什么 call这个 枢纽分析表 那名称我就不改了 反正就叫这个 把它名称复制一下 SAB后面的名称 这个就是枢纽分析表的名称 把它贴到它的第一行 前面加一个call 有没有 call的话就是 我去执行那个SAB 好 那这个时候它理论上应该就画出一个枢纽分析表 OK 那第二个步骤才是画图 而且顺序不能颠倒 你不能先画图再画 没有表怎么画图 因为它这个画图 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前面的来源 OK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一个 叫做什么 challenge 如果没这个的话 那一定发生错误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这一个SAB后面的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上面 然后前面一样 加上个call就可以了 好 那理论上应该就完成 call OK 好 大功告成 接下来就试试看 那当然呢 你做完之后 不用急着马上做按钮 你要先试 试OK之后再加按钮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第一个 前面先没有 为了避免错误 我的习惯 还是不要直接按这个执行 这个太快了 错也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我的习惯是按F8 只要游标放在这个上方 按F8 它会一行一行帮我跑 它会先call什么 产生枢纽分析表的 这个部分 那这个 这个其实我刚刚讲过 这一行 其实是可以改 改成 所以以后干脆 这个都干脆改成这个 这样好像比较OK 所以以后的话 就都叫 List 叫Active Shoot OK 所以这样 那等一下的话呢 它就帮我 先建一个 这个枢纽分析表 真错一下 看一下这里为什么出错 所以这里 好像不能用这个学法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会变成说 有两个 这个跟这个 所以更正一下 这个把它控制是一样 这个把它恢复一下 再调一下 所以如果假设跨工作表 假设我会让它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你如果用Active Shoot的话 它会变成切过去那个又是Active Shoot 它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你指的那一个 所以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工作表 不建议 那我们还是用原来的 那为了保险起线 这个一个其实真的很容易出bug 所以不然的话就是把这一个工作表的名称怎么样 加上去好了 这边改成叫资料算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可能是隐忧啦 所以如果没有改实在是会觉得说 这个1的话干脆就直接用名称 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不容易出错 把它停一下重新再来 所以一样的方式 这边的话让它再重跑一下 执行它跳过来枢纽分析 这样的话找到资料 所以其他可能要跟着改 如果没改的话可能发生错误 那这个应该就OK的 这样就 诶 名称错误 若要建立必须包含 他找不到你 真错一下 看一下这个 它的错应该是那个名称 这个名称 Table name 好那各位先试一下 我先确定一下这个地方什么状况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就把 第一个先跑书纽分析表 再跑书纽分析图 如果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呢 理论上就是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就是先画出表 再带出图 OK 同样的方式 就是说 最后当然我希望能够把这边再加一个按钮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把这个 我习惯是拿这个按钮复制它 因为复制之后会长 贴上的话会长一模一样 不过你说老师那不是两个一样吗 没关系你可以再按右键 去做一个修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 历年切到折线图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会是直接执行刚刚的这个动作 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按这个之前 你要先把这个删掉 因为如果你没删掉的话 它这个名称会一模一样 所以名称不能一样 一模一样的它会出现冲突 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按一下 它会出现这个名称已经存在 哪个名称 就这个名称 所以它这边的话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就是叫这个 可是如果假设你这个名称不要叫这个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名称改成叫什么 改成叫历年切到折线图 如果不要叫英文名称的话 也是把它改一下 顺便改一下 历年切到折线图 这样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 这个ws就是工作表 pivet就是枢纽 所以这个叫枢纽分析表的这一个 它的名称就叫取这一个 所以我把这个先删掉 所以如果你执行的话 可能要先手动删掉 它叫旧的不然会出现错误 底下其他都ok 让它直接跑一下 因为我刚刚切过 重跑一下 这个把它删掉 然后 这个先 如果你假设有错误的地方 记得先把它停掉 你才能重跑 你不能一直一直执行 一直在执行就出错 把它按一下它 OK 它叫历年切到折线图 哇 真的不太容易 真的 这难度对大家来说 已经算是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今天的练习完成 并且可以再把其他的也完成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蛮不错的 所以后面的话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就这样 先一个住宅切到下宅 然后再一个历年切 这个已经做了 那后面的话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知道做什么 就是区 之前不是有做一个这个区吗 然后把它画成一个比例图 所以一样要先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 分析什么 分析哪一区的数量最多 然后再画一个比例图 然后再利用这个路接到 再做出前十名的那个什么 那个资条图 有做过吧 我记得我没有做过 所以我就重做了 最后的话呢 再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删除 这个资料以外的 资料表 这应该写 应该是工作表才对 就是说呢 最好是一个按钮 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手动 把它按右键删除 那你想说 那可不可以 帮我写一个按钮 它可以直接按下去 自动删掉 除了这个 这个叫资料 我把它改一下 这个叫资料 除了资料以外的工作表 所以这边可能增加一个 删除 那个什么 工作表的一个按钮 那当然我如果现在新增的话 如果假如我希望按一下它 它不要删掉资料 而是删掉其他以外的话 那看看程式怎么写 不过你可以问Charlie P 如果假设 你自己会写的话 也蛮简单的 那个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 但应该要打一个SARB 这个SARB名称的话就是 删除 这个叫工作表 然后 如果要删除哪个工作表的话 其实语法很简单 一样要估教这个叫训词 训词 训词各位应该不陌生 训词是工作表 物件 那哪一个工作表的话 通常会用那个什么 第几个 比如说我要删的话 应该先从第一个先开始删 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 就是E 老师 这边多一个S 没有 对 这边多一个S 对对对对 你好细心 你蛮适合写程式的 写程式就不能出新 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OK 这样 我还没看出来 OK 那后面只要加一个点Delete的话 其实就是删掉哪一个工作表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现在执行这个 续折1.Delete 它会删掉这一个 但是如果你再执行的话 它又会删掉 反正只要第一个都删掉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写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帮我删掉全部 除了 资料以外 的一个写法 那我想到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们可能会先需要写个回圈 第几个for i i指的是第几个工作表 等于第一个到总共几个 总共几个一般我们会用一个物件 一样是shits shits里面有一个属性叫cont shits.com 它回传就是 这个工作部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那如果假设目前状况应该是两个 所以呢 我们会从第一个工作表到第二个工作表 那当然呢 这里的话 shits i 记得 如果有for一定有nest 所以enter两下打个nest 那其实里面要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那个shits给删掉 但是删除的话有一个特例 特例是什么呢 除了什么状况以外 所以 什么情况 就是不能够是资料 所以不能够是资料工作表 才删除 所以你外面可以包一个衣服 如果呢 这个shits工作表的名称怎么叙述 点name 前面好像有看过这个叙述 也是工作表的名称不能够是 不等于的话就是小于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资料 所以啊 如果假设不是资料的状况下 那就删 ok then 空一格then 然后 enter两下 打一个 endif 结束 然后就是做这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 那一个工作表帮我删掉 一般会缩排一下 把它放在里面 这应该就写完了吧 我确认一下 应该这样ok了 所以呢 他什么情况下会删 就是当 他的工作表 不是资料的情况下 才会删 所以执行这样我看应该是ok了 我不确定 执行看看f8一下 这边错了 这边少打了一个 第几个 ok 就是那一个 第几个工作表的名称不能是资料 ok 这样没错了 执行一下 所以他i目前会是第一个 从1开始 那第一个的名称是不是资料 应该不是吧 不是的话他会做什么 删掉 ok 你就把它删除 然后呢 下一个的话呢 第二个 不错了耶 这个可能会有个状况 因为他把它删掉 那就没有第二个 所以他大概就跳过去了 他会出现正 列索引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假设你要删的话 可能要颠倒 把 从后面删到前面 然后尾巴的话可能要再加一个step step 减1的意思 越来越少 ok 然后 那也就是说啦 如果以后要删除的话 就把它颠倒 先从最后删到前面 这个应该就写完了 我先在执行这个一次 这个应该没问题 然后回到这边 把这个删除执行一下 不过他讨厌的地方会跳这一个 把它删除 ok 这样应该没错 所以待会我会把这一段 直接复制 先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一段等于是自己写的 比较复杂一点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